毒驴贩毒手法层出不穷 国内一名女子为了掩人耳目 涉嫌利用猫粮袋在内的三个麻袋 跨州贩运市值15万令吉的50公斤大麻 结果东窗事发束手就擒 警方将延后嫌犯7天住场 原以为可以满迁过海 不料还是东窗事发 说的是一名年约20岁的女子 涉嫌冲当毒驴 从吉兰丹跨州贩运毒品到巴胜古一带 警方上个星期二依据情报 在斯里肯办案逮捕嫌犯 并在他驾驶的汽车后车厢 发现三个包括猫粮袋在内的麻袋 里头装有市值15万令吉的50公斤大麻 沙登警区主任伊斯玛迪 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嫌犯将被延后7天迟到23号 警方将援引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 第39支B条文查案 目前还在追查嫌犯的同伙 同一场记者会上 吉斯玛迪也透露 警方正在追捕3到7名 疑似沙登区线上赌博中心的幕后首脑 警方已经鉴定嫌犯的身份都是本地人 将援引防范罪案法令 将他们逮捕归案 吉斯玛迪说 今年截至昨天 沙登警区刑事调查组 一共展开167个突击行动 逮捕了310人 当中包括107名外籍人 他们有的是赌博中心看守人 有的是赌徒 年龄介于20到50岁 警方也充供了880件物品 包括电脑 平板电脑 手机和将近21000令吉现金 预计所有物品价值大约7万令吉 在其他人们的掌握